嗨大家好我是男仔 我终于换了个新发型 终于摆脱我以前的发型的 你一定是看了标题和封面进来的 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 我的鼻子最大的问题就是鼻头太大 鼻子大不大是看整体脸部比例的 不适合你脸上的那个鼻子比大小 从侧面看的话高度还行 不过有待提高 但是鼻尖不够挺 所以我要做的就是缩小鼻头画挺山根 擦鼻梁猪鼻头跟着我画 不能保证画完效果一样 但是绝对比你素颜好看 首先谈谈我们鼻影修容的颜色 我相信你们肯定有很多人 用之前大火的这个黄油修容修鼻子吧 bronzer是什么 bronzer是骨头粉 仔细观察一下你们黄油修容的颜色 又黄又红 给黄100和黄200做骨头粉是很完美 这个东西它以修容粉的名义大火 也不多说什么化妆品都是活的 谁有规定眼影不能画眉毛呢 但是你用黄色的眼影画眉毛就很奇怪吧 cos除外 这个骨头粉用作侧影不是没有效果 大家也可以继续用 但是它用作鼻影就有点牵强 想象一下两条黄黄红红的鼻影 在脸上是什么样子 其实关于这个黄油修容 我已经想说很久了 终于说出来了 接着我们上真家伙了 我们正确的鼻影修容颜色 大多数要棕色 偏灰一点的棕色 但是不能太灰 不能偏红 我知道对于这个颜色的描述呢 不够精确 你们可以杠起来了 手里有这几个修鼻子可以用的产品 Sephora的35 GUDO的M29 Cable Aucoin的Medium 这三个颜色 黑颜色有点偏红 Sephora过分的偏灰 这里面最适合我们修鼻子的就是橘朵 我也最喜欢用橘朵这块修鼻子 今天就用这个演示一下 先来示范一下 我看到的最多画鼻影的方式 首先少亮多次 眉头对应下来 鼻梁两边扫一下 嗯 有效果 然后和眼睛连接的地方 不能直折的两条线 要连接眼窝 然后鼻头大大左右都收进去一点 这样就画好了 这种鼻影听起来问题不大 而且看起来确实是有鼻影存在 但是效果我不太满意 大家记住我现在的样子 待会会有个对比 首先来解决一下它的鼻梁 我看过很多人的分享说 对其眉头的位置画鼻梁 经过我这几年的化妆经验 我山根位置的鼻影应该是眉头的眉毛 对对对最前面那根毛 垂直下来的地方才是最合适的 所以很多人的分享和教程都不够精确 当然也要因人而异 你们看眉头不会注意到存在感这么低的毛吧 跟他们学就学歪了吧 先拿一个扁平的眼影上色刷 越小越好 轻轻沾一点点粉在刷子上 然后再抖一抖 不要怕不上色 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少量多次这个概念 在我们的眼头对应过来 上下一公分的位置 就是我们要画的假山根 最前面这根毛对应下来 上色刷画一笔 可能不够明显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看出来了 拿干净的晕染刷 我习惯用这种马蹄形的刷 给它小范围晕开 关键词小范围 然后在晕染的时候呢 可以上下稍微延长一点 不要晕染到我们的鼻梁上 也不要晕染到鼻侧以下 颜色不够就少量多次叠加 很明显山根就挺起来了 前面一种方法的问题就出在 并没有精确的找到我们鼻梁修容的位置 在山根和眼头的连接处 我的方法呢就是找到你们的眉头 这次不用精确到你们第一根毛 然后眉头到鼻梁鼻影的位置 这里有一个比较陡的弧线 轻轻连一下这条线 继续少量多次运开 然后前半部分的眼窝 如果觉得这个位置有点突兀 运染的时候就往下带一点颜色 很明显眼间具这一块会更加挺一点 还有一点缩短眼间具的效果 前面一种方法的问题也出在 没有精准的找到修容的位置 说到底就是他们叫的不够精准 接下来是鼻头部分 我鼻头有一点大 但是也不算特别大 觉得自己鼻头又大又圆的 就不要去学小红书那种演示图 在鼻头左右各一个圆括弧 把圆圆的鼻头放在括号里面 是显你的鼻头不够圆肉吗 我的方法大概就是 把刚刚的括弧的位置换一下 一个小蛮腰的形式 然后少量多次晕开 这会让你的鼻头起码不会像前面那种方式那么远 如果鼻翼宽的妹子 鼻翼也来几下 注意鼻翼是鼻翼自两边和脸接触的那条缝 很多人扫鼻影的时候会直接扫在鼻子本体上 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的就是 那样的话你的侧脸是不完美的 我的鼻影修容方式分享结束 我知道世界上的鼻子千千万 我这样修鼻子不代表你就适合这样修鼻子 动动你的小脑筋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就好了 还是要多多尝试多多练手 一周画五天桩 一年你可以练习260次鼻影 2019年你一定可以找到适合你鼻影的方式 拜拜啦 有什么问题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